紀念革命先烈的 329青年節就要來臨 南加州全橋慶祝 329青年節文物實展 昨天在羅省中華會館開幕 展出的文物包括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國父誕辰150周年紀念等等 主辦單位認為 這項展覽可以幫助 更多年輕人了解 並且學習革命先烈的精神 在檢產之後 南加州全橋慶祝 駐329青年節文物實展正式開幕 這次的三合一文物展 除了有革命先烈 國父 誕辰等等 還有釣魚台資料 內容豐富 我們希望能夠動盪的年代 希望能夠展出三合一的活動 提供給不同的 中學和高中大學的學生 能夠說 知道說 我們中華民國過去的 信徒歷程建國 尤其國父在每一個階段 都有它的歷史性 使命感 受邀請來觀禮的 駐落台北經文處表示 華僑為革命之母 而由海外華僑發起的 這項紀念文物展 非常有意義 整體上來看 我們中華民國還會繼續的 跟我們海外所有的僑胞 一起來奮鬥 一起來努力 為中華民國的未來 一起來加油打併 在場的還有今年被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選出的海外優秀青年代表郭宜君 他自台灣的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系畢業 工讀生物工程博士 現在與聖地牙哥加大進行研究 我覺得我很榮幸可以獲得這個獎 我覺得是因為這一路上有很多很優秀的人 當我的角色模特兒 所以我今天可以在這邊是因為他們的因素 除了海外優秀青年 現場也公布了南加州優秀青年得獎者名單 希望藉此鼓勵所有年輕人 以自己的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